5月8日 无线女艺人沈卓盈昨晚到望角警署报警 称北一名中医菲理 于凌晨三十在女助手的陪同下走出警署 警署门前有数名记者等待 沈卓盈与助手一步出警署 记者便围上去访问 被问到心情如何 他目无表情没有回答 随即取车与助手离开 看一下 没有灯了 我拿来我 关系继续开 已经是尽量了 尽量了 尽量了 哎 所以 我來打架 我來打架 打架都不會開 我來打架